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史诗大家谈 上个星期美中完成第一阶段贸易谈判 在农业 金融 知识产权等领域 达成共识之后 国际媒体在整个周末 都在密集分析和揣渡 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利弊得失 谈判架构由美国原本一直坚持的 全面性协议变成了阶段性协议 这种安排对哪一方更有利 中方表示将购买大量农产品 并在开放金融 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 做出了承诺之后 美方仅仅取消了一部分加征的关税 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做出了更多的让步 特朗普宣称美中关系从此 由充满紧张重返爱情时光 那么这种爱情能持续多久 今天的时诗大家谈 我们就邀请专家为您探讨这些问题 在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 加入我们访谈的 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 张先生你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 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 及网友朋友们 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听不到主持人声音 VOA China 我们先来这样 我们先来总体上谈一谈 第一个阶段的这个谈判的成果 按照美方的说法 说中国承诺将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 这个农产品 也开放金融市场 保护知识产权等等 而美方看得到的让步呢 我们看到仅仅是暂停或推迟 原定于10月15号生效的这个加征关税 那么有人说呢 就是难怪特朗普喜笑颜开 这样我来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 因为我们现在跟芝加哥的这个张寻先生的连线呢 还没有接好 那么我们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 您觉得美国是不是赚到了 那看起来当然是美国赚到了 就像刚才你提到的 美国仅仅是宣布暂停原来要加征的 新加征的关税 那么结果就换来中国 这个同意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以及开放金融市场 保护知识产权等等 但是问题也在于呢 中国的这些表达 包括要买美国更多的农产品 那实际上早在一年多以前 中国就已经答应过的 另外呢 关于开放金融市场啊 保护知识产权呢 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这个承诺的层面 这里一些最关键的问题 美国关心的问题呢 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 美国更关心的问题 像这种问题 它能不能有种有效的监督机制 因为过去中国也答应过要保护知识产权 但是它屡屡违反 而美国拿它无可奈何 所以美国这次提贸易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监督机制 可是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还看不到监督机制的影子 那显然在这方面呢 美国并没有什么斩获 所以因此呢 你从现在它达成这么一个部分的协议 说明双方都有种紧迫的要求 需要达成一些协议 需要缓和一下目前这种紧张的事态 同时也说明双方的一些分歧 是非常难解决 因为问题已经打了这么久了 能够摆出的都已经摆出来了 那么能够比较好解决的 都已经提倡解决的日程了 那么之所以现在不可能达成全面设议 协议 而不得不先来一个部分的协议 就说明留下的问题是更严重 更难解决 所以未来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 仍然是充满困难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和张寻先生的连线 已经接通了 那我来请教张寻先生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 就是说中国这一次做了很多承诺 包括保护知识产权 包括开放金融市场等等 特别是他承诺要在一年的时间内 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 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的说法 是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而美方看得见的让步 刚才跟胡先生谈到 仅仅是暂停或推迟 原定于10月15号生效的加征关税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喜笑颜开 我来请教芝加哥的张寻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协议 您认为美国是不是赚到了 如果说在短期的情况下 这个协议 他从大量的购买农产品这方面取得了收益 而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说 我10月15号 这个关税暂时不加了 当然要注意这里边还有很多问题 因为首先协议现在没有签的 今天早上起来 那么从这个好像布隆伯格吧 内部的消息看 说果然是我就是在 川普总统宣布这个协议当天 我在明映的访谈中说的 我说刘鹤在回国以后 还是面临着可能英才的挑战 果然今天他们就讲 说在签协议之间还有更多的谈判 他们希望呢 把12月份的这个关税 也要取消这个计划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不定性 另外呢就是说 就是美国中国方是要 中方是要大量的购买农产品 甚至超过它原来最高峰的 差不多2.5倍到3倍 那么美国农民能不能供得上 另外一个呢 农产品本身它是一种 供需弹性非常低的产品 你按照计划做了 如果中方再回来翻回怎么样 这些都是问题 也没有那么简单 好的 那么有人呢特别欣赏 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谈判策略 说他善于极限施压 进两步退一步 先对价值2500亿这个美元的 中国商品的征收25%的关税 谈不妥 好 谈不妥之后 我再给你加5% 这叫进两步 然后呢 以取消加征关税的这个妥协 来换取对方的大量让步 这叫退一步 进两步 退一步 近乎有人说呢 是空手套白狼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个谈判策略 如何评价第一阶段的这个谈判结果呢 我想所谓极限施压 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测试出对方的底线 就是掌握对方可能让出的 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来达成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么一种协议 那应该说特朗普当然他也自名为这个商业谈判的行家 这个贸易代表莱瑟尼兹更是被公认为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一个高手 应该说美国的谈判策略还是很高明的 当然这也有仗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这么一个本钱 没这个本钱他这个策略也不敢用 那么他这种策略对别的国家都很灵验 可是对中国这个问题就有点不一样 那第一是中国的经济体量超大 第二呢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比较低 但是第三更重要呢 中国是个专制国家 也就是专制政府对于打贸易战自身受到的损失 他很能扛得住 那么换成别的国家他早就让步了 但是中国这么说他就可以不让步 而你要让他让步呢 很关键的一条呢 叫激发他的内部的斗争 使他内部斗争来自内部施加压力 才可能是迫使整个当局做一种让步 可是跟内部斗争能进行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外界就是很难把握的 这就是这个美国和比如和日本啊 和加拿大亚打贸易战不同的地方了 那么你从这次来看就很像 打个比方就美国向你中国提出了十条要求 然后他通过加征关税这个方式 要求你这个做出正面的回应 那中国就先答应了三条 然后美国又继续加征关税 那中国又答应了五条 答应了两条成了五条 美国继续再加征关税 然后中国答应了六条 然后美国还不满足 他再加征加征了七条 他想到如果七条能接受更好 我们还可能提更高的 如果你就不接受了到此为止了 那我们还可以回到六条那去 可是问题是中国的内部 从来就有两个派 一派是比较主张做更多让步的 他们比较倾向于经济的自由化 因为让步对中国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呢 他们认为和美国保持一种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 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不能吸收这个关系 宁肯多做些让步 而另一派就认为 他就认为不能给美国太多让步 美国的他打贸易战 他其实就要卡断中国发展的这个前景 所以也就是说成立和我们过不去 你让多少步都没用的 除非你前面投降 那么所以到后来 在中国做了若干让步之后 美国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那么这时候强硬派 他就有的话语权了 他就说你看你看是不是 你看我们让 搞了这么多让步 他越搞越来劲 我们再一让步 那就丧权辱国了 那我们中国就不要发展了 这么一来呢 那些主张改革的 主张进一步让步的人呢 就显得就落了下风 这就是在今年几个月之前 这个中方做出反悔 这么情况的一个背景 到头来呢 本来曾经中方都答应过六条的 现在他只是不接受七条 但是他并不重新回到六条 他是反悔 他把六条给否定了 他只回到五条了 甚至回到四条半了 这么一来 你美国就很难办了 你如果站在四条半 或者五条的基础上去订协议 那你就非了 因为你觉得 你本来都可以得到六条的呀 如果当时美国知道 你的底下就是六条 你再加一步 反而会适得其反 反而会造成倒退 你还不如当时在六条 说去签协议了呢 因为你没有更多的力量 让他中国做更多的让步 可是他这点 我觉得他就是对中国这个政权的专制性质的 以及他们内部斗争 这样把握不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 曾经一度似乎好像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 结果又泡了汤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可能美国自己也感到 因为你的经济 打贸易战毕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自己的内部也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所以他只能先达成一个部分性的协议 那试图了金融市值再搞得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策略 基本上就是这么种状况 也就是他对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 怎么样打贸易战 能够使自己占上风 这方面缺乏经验 估计的不足 因此在他使用他的局限施压策略方面 是有进展 但是也遭遇到了一些不小的挫折 好的 那么现在我抓紧时间 给大家读几段网评 首先是Storm Runner 他说美中第一阶段协议 不过又是一场中共导演的闹剧 其结局和上几次谈判 应该是一模一样 因为中共一直只是贯彻 托字绝 今天的黄金和人民币汇率 已经给了大家答案了 灯火熄时 如果中共赢了 为何国内的新闻报道寥寥 这明显不符合中共的逻辑 重要的让步事项都没有报道 这是蜻蜓点水的 只是蜻蜓点水的代过 傅政辉 他说美中贸易谈判达成阶段协议 大家都松了口气 要说利笔得失 好友一笔 就像台湾一首流行歌曲 含泪跳恰恰 含泪跳恰恰 我想大概傅政辉先生的意思 意思是说 大家都有苦说不出 大家都在流眼泪 好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说表面上看来 美国或者说特朗普 似乎暂时占了上风 但是中国就是那么好对付的吗 不一定 有人敏锐地看到 说北京除了得到美方看得见的 这个暂缓加征关税的让步之外 其实他还得到了特朗普 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妥协 那就是他由先前坚持 要么就有一个全面的完美的协议 要么就没有协议 现在变成了我同意阶段性的协议 而这个变化对于北京和习近平来说 意义可能更加重大 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怎么看中方的这个收获 为什么说一个阶段性的协议 对习近平更为有利呢 其实我倒是觉得 这次他唯一的一个收获 就是一个面子收获 也就是在四中全会之前 没有加关税 这个意义呢 如同当初川普决定在十一的时候加 为了七十年国庆推迟到十月十五号 意义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其他意义 所谓阶段性不过就是一个标签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就是说你说我承诺一项东西 然后川普决定 我就把关税推迟一下 对吧 去年十一月底的阿根廷会议上 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刘鹤又到白宫来 一月份的时候 今年一月底的时候 甚至他是说走嘴的 他怎么样说每天买五百万吨大豆 当时给那个川老爷子乐得很高兴 然后呢当时说好 三月一推迟到三月一号 我再无限期推迟 跟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川普总统 再给他一次机会而已 但是问题是你给他机会 中国那边能够用吗 我觉得胡平老师刚才只是讲了 其中一面 也就是内部的斗争有鹰派有鸽派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 就可能忽略的疑点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现在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手段 我推迟啊 拖啊 我阶段性啊 都是以前做过的 但是关税可不一样了 你从这一年多的这个贸易战的进展来看 唯一可能能够对中国有效的就是关税 你加了关税以后 就是我以前一直讲的递减法 那么你表现好了 我现在目前关税加上去以后 根本它就不用这么核查机制 为什么呢 你表现好我给你减掉 你不表现好 关税再深如从脚所套在脖子上 而且它是一点点加 就跟您刚才讲的是 它退两步 进两步退一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中方的压力是大大的 他前两天黄岐帆刚说的 说川普不是要钱是要命 他已经 鹰派已经非常明确 我不能跟他谈 但是呢 刘鹤这次来 还是要大股子账簿 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也就是说 中国政府那边他只认拳头 那么关税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哪怕阶段性达成协议继续走下去 他也会 川普还会迫使中国这边 回到谈判之后上继续往下走 那么按照张寻先生的说法呢 就是阶段性协议和这个全面性的 川普原来讲的那个完美的协议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专家 对于第一阶段这个协议感到不满意 从美国的利益来说 他们感到不满意 我们举个例子 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 他时间到他就认为这个协议 基本上就是一些采购和一堆废话 按照这些批评者的意见 中国承诺中只有采购农产品是实的 其余的承诺都是虚的 几乎等于回到了一年多前的原点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说光看协议 那确实除了购买农产品之外 别的都很虚 不过我们不能光看协议 还得看协议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过去这一年多 中国政府已经就保护知识产权 犯宽外资准入等很多问题 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 那显然就是对美国大贸易战的 一个正面回应 因此这么说起来 这个协议上的这些相关承诺 并不是虚的 它有的已经落到了实处 但只是你要说要多实 那也不一定 它还不是很实在 也就是特别像保护知识产权之类的 它还缺少监督实施机制 而这一点显然是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另外还有一条 我们也都知道了 美方党贸易战很重要的一个要求 就是要求限制中国方面的 所谓政府补贴 而关于有关中国制造2025计划 而在这一点上 似乎中国没有做任何的让步 从这次协议上 哪怕承诺上你都看不到这个东西 另外华为问题呢 也是在这次协议的 谈到的问题之外 而这一点来说呢 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 这个美国取得的进展 确实还相当有限 你甚至可以说 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而今后 哪怕这个川普在下一任 能够成功的连任 他在这方面 是不是能够施加更大的压力 你达到他这个目的 我觉得还是很成疑问的 好的 那么现在一位阮尾成 一位网友阮尾成呢 他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观点 他说川普总统这种反反复复 一方面呢 是一种谈判的策略 就像挤牙膏一样 挤出一点算一点 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种战术 稳住他美国农民的票仓 稳定美国的股市 拖到他连任 他完全知道中共也是在拖 美中双方都想知道对手在想什么 所以现在不存在谁妥协 谁让步 胜负还在后面 我们看到面对很多批评意见呢 这个特朗普总统 他是这样 他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呢 这个他对第一阶段这个协议呢 非常满足 他除了感谢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习近平之外呢 他还宣称美中关系从此有紧张阶段 进入了这个爱情时光 有人执意也是爱情盛宴 尽管我们对特朗普总统说话 这夸张风格呢 都有所领教 但是这一切 这个爱情时光或者爱情盛宴呢 还是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 我来请教张先生 美中关系还会有爱情的蜜月期吗 如果有 能持续多久呢 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 川普总统讲话呢 他有的时候 他会可能比以往的总统 更多一些感情色彩 或者是反映到当时的一种 某一个时段的心情 包括说这次美中蜜月期 我认为也是属于这一类 也就是他比较高兴 毕竟是眼看着实惠到手了嘛 但是呢 说到美中蜜月期 我觉得应该说是 不仅是早已结束 而且川普总统本身 他就是蜜月期的终结者 不仅他是终结者 他这个从他上任以来 这个贸易战 他所带来的 就是说关于美中关系 以及中国那边的一些 无论是政治上 经济上 法治上 国际关系上 和内部人权处理问题上 各种各样的一种表现 还有像比如说华为 它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 被起促等等的 那么比如说人权问题 特别现在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我曾经说 它可能是今年 是最大的一个黑天鹅 那么甚至包括NBA 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那么让人们感到呢 真的跟中共做生意的话呢 可能必须得牺牲 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底线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民主社会 它是看民意的 那这样的民意呢 自从川普总统当选以来 开展贸易战以来呢 实际上可以说是 急转之下 民调也显示了这一点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太可能有蜜月 它只能是说呢 那么川普总统 我曾经说过 这个习近平他搞 做这个托字诀 他搞托在党 其实川普也在党 就跟那个网友说 就是这样的 那么未来呢 就是说它是一种 整体的战略会一步步 在进行的落实 不存在蜜月我认为 那么除了蜜月期的说法之外呢 我们看到特朗普他还表示 美中两国非常接近 终结贸易战了 不过相比之下呢 中方对新一轮谈判的成果反应 好像是更加淡定和谨慎 我们看新华社星期六的报道 只是仅仅提到 双方在多个领域 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双方同意 共同朝着最终的 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那么新华网还有一篇 国际时评 这个时评表示呢 从持续一年多的经贸摩擦中走来 中国已经日渐适应 以平常心看待 中美经贸关系的起伏变化 所以我们也注意到 蜜月期啊什么终结啊 这类比较夸张的话呢 中国媒体没有报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如何评价 美中未来第二第三 或者说更多阶段的 这个贸易谈判 距离美中关系蜜月期 或者非常接近终结贸易战 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那这次特朗普的讲话 跟中共官方的反应 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 那当然特朗普讲话 本来的特点大家都知道 就特别有个性 比较夸张 而中共官方呢 它的反应是官话 而官话的特点 基本上就是四平八稳 不动声色 所以这两个一对照呢 它这个差异特别显著 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 我觉得美中之间 下一轮的贸易谈判 以及达成这个中阶贸易战的 这个全面的协议 还很远 以至于能不能达到 我觉得都是比较成疑问 因为就像我刚才已经讲到的 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 从目前这个部分协议中 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进展 一个就是所谓监督实施机制 这个是美国一直强调的 因为从签订 从加入WTO起 中国政府就以违反 他的承诺是他的一个为特点 那么你现在签订了协议 他又违反了怎么办 当然美国提出就是 你一旦违反了 那么我就重新用 加征官司的方式来做惩罚 但他这个条件呢 就是他希望把这个 写到你的写冽里头去 因此当你中方一旦违反了 我美方用加征官司做惩罚 你不能也用加征官司的方式来回敬 那就跟原来没有区别了吧 可是中方他在这点上 他显然很难做出让步 这么一来 你这个监督机制就比较成问题 另外更重要 就像我刚才谈到的 就是所谓关系到中国制造2025 关于中国想在高科技发展方面 弯道超车 而这些方面在这个问题上 他的政府补贴 对他来说就至关重要 对包括这些所谓国营企业的 一些高科技产业的 政府补贴对中国就非常重要 而美国就很忌讳这一点 而对这点非常看重 而到目前为止呢 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很少的 没有什么进展 而我看到一些中方的反应 包括一些亲中共的一些评论 那么他们都承认 这次部分协议 是中方做了很多让步 但是呢 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 在根本问题上 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 那么应该说这种说法呢 中方这种说法呢 从中方角度来说 也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这也就预示到你下面的 下面几步走起来 还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么说到让步的问题啊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贸易问题之外呢 特朗普也谈到香港问题 他在接见刘鹤副总理的时候表示 说香港的抗议活动正在减弱 他说他与中国方面讨论了香港问题 现在香港抗议人数已经减少了 问题会自行解决 应该承认特朗普的这个 有关香港的言论呢 对于香港现在的民主抗争运动 是极为不利的 那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怎么理解特朗普 有关香港的话 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 特朗普总统已经把 是否支持香港抗争 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 并且他已经使用了这个筹码 您相信特朗普 他在香港问题上 与习近平有一个交易 很多人这样认为 您相信吗 那我一个一个来回答吧 首先一个 我认为 如果只是孤立地拿出 川普讲的这话 说香港现在 抗议这个情况已经消退 消减了 说会自行解决 你会觉得肯定是不妥的 我也不同意 香港确实需要更多的帮助 美国也有义务 因为美国无论是在 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 还是现在即将通过的 民主与人权法案 都对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就是将来实行途卷 这种民主 现在还没实现 那么有着这样的一个 义不容辞的义务 这个我是 虽然我支持川普总统 美国第一 但我认为美国对香港 是有义务的 但是你回过头来要看 川普总统说这个话 当时的具体情形 当时他是在与刘鹤会面 在白宫 他在宣布一个好消息 而且刘鹤当时在场 那这种情况下呢 川普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他不愿意呢 特别川普对刘鹤先生 也很尊重 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呢 说一些 他也特别感觉 让对方感觉有点冒犯的话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讲这番话的时候呢 讲的有一些 只能表示体现了 当时那种情况 实际上川普呢 说的这个话中 有一定道理 就是香港局面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失控 确实与贸易战有功 我在一直这个观点 贸易战呢 使这个中方啊 北京这边投鼠机器 他不敢全面的来 来肆无忌惮 像跟北京一样来对香港来处理 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是 关于川普这个讲话的理解 那么说这个 到底有没有总统 把香港作为美中贸易筹码 我认为没有 为什么呢 完全不需要嘛 关税就够用了 实际上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香港问题还没有 就这次反送中还没有出现 他是一步步走到现在这边来的 那么大家不要忘了 在今年八九 就是那个大阪会议以后 中方态度很强硬 说你不把前面关税取消 我根本不要跟我谈 到现在 他提都不提了 甚至都闹到中国官媒 都不好意思报道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关税 对它的压力非常有效 中国这个 也不可能说是 这个通过 说我采购大豆 我来换取川普 同意我在香港拍枪 这是太幼稚了 因为如果说中国 即使到现在这样 他在香港采取任何的 比如说实际的镇压行动的话 那么这个贸易战 基本就不存在了 川普早就讲过这话 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美国的民意决定 因为川普 他在考虑因素中 连任因素肯定是他的一个因素 包括他同意签接连任协议 那么对于农民也好 对于这个华尔街也好 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国方面 他敢进行镇压的话 那么他的民意 如果他要是还继续 这个保持贸易关系的话 他的民意根本就得不到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不存在什么有交易的问题 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好的 那么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官员 一直表示 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 将对贸易协议有影响 像刚才刘先生说的那样 有影响有关联 那么现在特朗普 他在香港问题上 明显表现出 有人说不关心 也有人说呢 他这种话完全就是让香港 抗争自生自灭 这样一个态度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如何看特朗普总统 有关香港的言论 与贸易谈判之间的关联 其中有没有谈判筹码 和交易的问题 美国国会现在正在酝酿的 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一旦通过到川普总统手里 会有戏吗 我想你看整个特朗普总统 对香港问题和贸易谈判之间 关系的一些谈话 你说难听点 可以说他是把香港问题 当作贸易谈判的筹码 你说好听点 那就是把香港问题 和贸易谈判问题挂钩 它其实两个是一个意思 那其实严格说起来 要说特朗普对香港的这些问题不关心 我觉得这个并不合乎实际 我们不要忘记 当6月9号 港人举行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 最早做出最有利反应的 就是特朗普政府 因为6月10号 国务院发言人就发表讲话 就尤其谈到香港几十万人的游行 多么多么重要 然后就向中国提出警告 说如果要通过修理的话 美国就可能根据 依据香港关系法 重新考虑香港的特殊地位 包括所谓独立关税区等等 那么这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于港府后来不得不取消逃犯修理 其实美国政府的特朗普政府 这个立场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6月12号 特朗普总统在会见波兰总统的时候 还特别谈到 他对香港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 那种强烈印象 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游行 和平游行 怎么了不起 可是到了7月1号之后 那香港的所谓熔悟派的这种 街头暴力抗争 就是就频繁发生 那特朗普总统又谈到 谈到这个问题 郁嘉宁也就用了骚乱这个词 这个词是中共的和港府用的词 他也用了这个词 而且也就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他们是香港和中国之间的事情 他们自己要解决 是他们自己解决 就和现在讲话差不多 那么你从我起来看 其实我觉得特朗普他的基本原则 还是很清楚的 第一 他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和港府 做出的任何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 破坏香港的自由 自由法治和法治的这些 自治的这些行为 一旦这么做了 他美国方面会采取最有利的反制行为 这点特朗普总统非常清楚的 第二 他对香港人的和平抗争 是完全肯定的 但是他对香港的这种 所谓勇武抗争 那显然他是有很多保留的 而在这一点来看呢 其实他和这个 我们刚才也提到的 克鲁兹议员的讲话 差别也不大 这有关系到这个新的法案了 那新的法案 克鲁兹讲得很清楚 如果勇武派继续升级街头暴力的话 你这个法案可能就通不过了 这个很多港人想的相反 很多港人就认为就亏得有这些武派在那儿 不断地扩大这个街头暴力的抗争 然后就迫使这个 就才使这个事情 引起国际上这么大的关注 才使得促进了美国会通过的 这个香港自由 人权与民主法案 而按照克鲁兹说就相反的 说你这么做 反而是我们不容易通过 那到底很简单 就商界就不同意 因为他们那种所谓这个强化街头抗争 街头暴力的 他那个策略就是所谓揽炒策略 那就是说我们不断地街头暴力 迫使你当局二者择一 要么你给出更多的让步 要么你就武力镇压 而一旦你武力镇压了 那就迫使美国政府必须得二者择一 要么你就是对中共对港府的武力镇压 就是听之认之 为了继续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 你从而保留美国在香港的巨大商业利益 要么你就必须得翻脸 必须得给予强耀力的制裁 必须得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从而呢 就是牺牲美国在香港的巨大商业利益 可是美国你从这个话看起来 不光是特朗普总统 我相信包括克鲁兹 他们都一样的 美国并不情愿被动地落到这种 二者择一的这种困难处境 所以他这一方面呢 他会要求中国政府 中国要求港府 不能必须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不能用暴力来镇压 另一方面他也要求港人 那位主要勇武派的 不要再搞什么接受的暴力活动 所以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 只有这一点方法做到了 那么他这个从美国来说 他在这个问题上 香港的这个立场 他就更从容 也在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 你实际上 你通过人权和民主法案 才更有可能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在港人 没有更多的所谓街头暴力 而当局呢 也没有更多的 更严厉的所谓这个武力镇压 他在这种情况下 你通过了人权与民主法案 那么他也只是一个警告的作用 他不可能马上就去采取制裁 因为你没有做那种 没有事情没有恶化到那个程度嘛 所以他当然就用不着制裁 也就是他通过 即便通过了 他更多的也是一种警告作用 而这种警告作用呢 实际上和原来的香港关系法呢 尽管有所提升 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 这个差别也不是太大 好的 那么抓紧时间 给大家再读网评 韩肖明 他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对美方比较有利 如果最终能签署贸易协议 给中国五个星期延缓期 也不算什么问题 如果中方以此手段 来继续耍赖拖延时间 那么五个星期之后 美国可增加超过30% 甚至更高的关税 来惩罚中方的无赖行径 根据中共一贯的所作所为 将是对川普谈判艺术的考验 请喝茶国宝 从中国国内媒体的反应冷淡 就有媒体估算 这一次所谓的协议会有反复 话音未落 旁边的媒体就披露 北京对协议有不满 10月底还要再谈一轮 想要取消12月份的加税 看来中共的目的是想拖过12月份 灯火熄时 说东西应该是会买 中共要稳住国内局势 但是签协议几乎不可能 每一条协议都会威胁到中共政权 只是在做垂死挣扎 他说由于制度价值观等差异 美中之间的博弈 抗衡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 于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止息 因之一时间之妥协让步 应视为常态化竞争中的休假而已 既无需大喜过望 也不必怨天尤人 如何评判呢 如何诠释 则端看 驻专门家 驻专家的如船之笔和这个如黄之舌 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回到中国方面 有人说表面看来中方的让步不可谓不大 尤其是承诺购买400亿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用特朗普总统的话来说 这至少要相等于中国购买 美国农产品最多时期的二到三倍 但是也有人认为 不能把它视为中方的一种让步 或者最多只是一种必要的让步 为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的大豆和猪肉现在的危机 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先生我这样的 我再把香港问题 我讲一句两句话吧 我觉得香港现在问题 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 在于说能实现普选 如果实现不了普选 那么香港将来会变成臭港 这是肯定的 而为了实现普选这个目标 锦和李飞肯定不够 一定要有勇武派 事实到现在为止 引起国内的关注 勇武派是必要的 那么到底是将来怎么做 是香港人的意愿 我们无权说声道次 但是在美国这方面 克鲁兹反映他的观点 但是香港人民必须讲出真相来 我想像陈彦琳 15岁的女孩子 那么美丽一个女孩子 最后浮尸水上 川普总统也有他自己的女儿 如果这个事情 我相信让川普总统能够了解到 他的讲法会不一样 关于中国方面的让步问题 我觉得所谓必要让步 那么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虽然对美国方面是让步 但是对中国它是必须的 这也是事实 因为贸易战以来 为了政治上跟美国打贸易战 中国这边是猪肉也好 大豆也好 整个经济形势 它都进行一系列的误判和错误运作 造成现在经济 就是说已经造成永久的损伤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真的是到现在为止 它是害人害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它现在有必要的让步 我觉得对美国也是有好处 因为无论从农业股市投资者 都会有帮助 而不要忘记 美国现在目前关税制裁 以及它相对一些 比如说华为的一些司法程序 相对香港的立法进展都在进行 没有因此而停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这个10月15号少加5%的关税 就从25%到30% 这个关税先暂时缓一下 我觉得得到实惠 这个应该是一个 对美国非常值得 而且在关税压力下 注意这是唯一有效的一个贸易 占的手段 那么我相信中方的让步 还会再继续 好的 那么其实中国国内舆论 早就统一了掉门 就是贸易谈喷中 要钱那部分好办 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 但是要命那部分 绝不能轻易退让 胡先生 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 简单说说 您认为中方在第一阶段 协议谈判中的表现 超出了他的那个原则了吗 我认为他没有超出这个原则 他第一在 比如说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他可以 可能是做出这个承诺 甚至定出法规 但是未必会认真的执行 就像了过去一样 另外呢 特别是在所谓 政府补贴这一点上 现在他甚至连口头上的承诺 都没有做出 而这一点是中国政府认为 他最要紧的一条 所谓要命的东西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大家看起来呢 对香港问题 还是比较关心 像刚才张先生呢 他已经说完了问题 但是回过头了 他又补充香港问题 我们现在一位网友 他也对这个川普总统 对于香港问题的这个言论呢 他也做出了他的评价 这位叫犀利的网友 是这样说的 他说现实是很残酷的 如果川普支持香港 就不可能与中共有协议了 那样中部农业州 只要有一个州不支持川普 川普就无法连任了 这也是民主党所希望的 好的 我们今天 时事大家谈讨论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啊 我们不能一一宣读 网友们的所有评论 以及回答网友们 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 张寻两位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 听众 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要关注热点话题 警告香港 习近平 分裂中国 中国必然粉身碎骨 此外也请关注 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